好奇心是孩童探索世界的动力 但如果为了扛味道而把异物吞下肚子 不管对孩子还有家长可就大事不妙了 一旦来不及施救随时可能造成悲剧 俄罗斯一家儿科医院在过去25年来 就收集了超过500件千奇百怪的细小硬物 每一块如梗在喉的物件 都代表着医生们抢救的一次惊险历程 也提醒孩子们不是所有东西都可以往肚里吞 摆在桌上五花八门的小护件 从前壁吊饰 钥匙 戒指 耳环 骨头到玩具 看似与人无害 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曾经造成孩童噎着 把家长下的六神糊主 需要送往医院急救的各种噩梦 这些护件都是来自俄罗斯 克麦罗霍的库兹八儿科医院 因为医生们向来有个不成文的习惯 就是将各类从孩童肠胃或喉管取出的硬物 收集起来放在柜子内展示 有份贡献收藏的内窥镜检查部门主任 卢科华解释 这么做的用意不是虚虎孩子 而是提醒他们警惕之余 也记载每一段医生们争温夺秒 从死神手中抢救被噎着一命的过程 卢科瓦回忆 在他的职业生涯中 最棘手的情况应该是从孩童体内 取出平扁却尖锐的回纹针 只要一不小心 肩针随时会刺破食道 为了安全起见 需要将患者麻醉才能够动手术 这些在25年期间 所收集的500件硬物 同时也为医生累积宝贵的治疗经验 对各种梗塞事故 整理出相应的急救方式 卢科瓦还拿出了一只细长的镍子 还有捞网 示范如何以这些实用小工具 深入孩童狭窄的喉管 或者复杂的肠道内 小心翼翼将硬物取出 虽然有工具帮助 但是过程也考验医生 有一双稳定的手 加上敏锐的眼睛 才不会弄巧反捉 尽管早有许多前程之间 但是医院每天还是迎来不少被噎着的孩童 但在一年就有超过一百宗案例 让卢科瓦也感到无奈 没有再次提醒孩童与家长 防患剩余未然